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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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不敢啊 你上一次不是还敢单独跟我妈咪吃饭吗 怎么这一次又害怕我爹地了 好啊 就去你家 你爹地手受伤了 你妈咪也改变主意 不出国 我相信他们之间的矛盾应该化解了 做一个后辈 我一定要去探望你爹地 你真有心啊 难怪连我妈咪都被你收服了 这一次我爹地也算是苦肉计成功 暂时留住我妈咪 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一定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其实我不怕你爹地 我还蛮希望他能诚心地接受我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去 走吧 你跑去哪里了 你去见谁了 云南呢 他现在很生气 也很伤心 他说他不想见你 不过 他要我把话跟你说清楚 你房里的那本记事部是他换掉的 为什么你会把他爷爷的几道菜 还有云南这样的秘方都记录下来 你是不是想把秘方偷偷卖给别人 老板娘 我没有 你当然没有啊 因为你刚才拿的那本记事部是空白的 你怎么换得到钱啊 还有 今天早上你姐姐打电话给你 究竟说了什么 老板娘 我没有事 你不要担心 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 我能不担心吗 老板娘 我 天下没有不能解决的事情 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它 我姐姐开车撞到一个老太太 对方需要一笔很大的医药费 原来是因为你姐姐需要钱 你才出卖我们的秘方 我承认 我承认一开始我有这个坏念头 那是因为我想要把秘方给我师兄 这样他就会借我一笔很大的钱 但是后来我并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我不能够这样做 请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 关键是云南怎么看你 云南在最生气的时候还在担心你 刚才要打电话给你姐姐了 真的吗 我姐姐她的人怎么样 她没事 她好得很 她还说她早上没有打电话给你 怎么会 明明她在电话里还在哭 明俊 你给人骗了 为什么你在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 不直接联络你姐姐 或者把事情说出来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商量 你就不用一个人去面对了吗 怎么会这样 喂 姐 你没事吧 以后可以学习 咻 maintenance 咻 姐姐 嘎 姐姐 你频道 姐姐 感觉 曼帮监 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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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不着心 多开玩笑 我说你懂得 第二 咻 姐姐姐 我说 回想 也要 我做 在这一切 老草 云南 我刚刚和我姐姐通过电话 她没事 幸好有你 有你通知她 早上的事是一场骗局 她还要我整告你 谢谢你的关系 到底是谁要骗你 云南 你听我说 我在听 你说 你敢说你不知道 她骗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拿我们餐厅的秘方 对不对 对不起 为什么早上不告诉我 为什么你出了事 就是不愿意找我分担 我给过你很多机会让你说 可是你选择隐瞒 为什么要欺骗我 如果我要选择的机会 我也不想骗你 可是你还是骗我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你出卖了我对你的信任 我真的很欺骗我 很想打你 可是更让我难过的是 你竟然出卖你自己的人格 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如果你姐姐出了什么事 需要钱 你可以找我们 你跟我们说 你跟我们说 好了 够了 我不会再帮自己找借口 是我的错 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人 我马上走 你让我下来 你就住我 好 打不乱 打不乱 你 好 你 满 疯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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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 这是我的袋子 你可以检查一下 我里面并没有带走 任何一样属于你们家的东西 你准备就这样走了 我没有脸在袋袋这边 我也没有资格 再去餐厅上班 请你们让我保留最后一点尊严 老板娘 谢谢你的照顾 对不起 谢谢你 谢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的性命 还是把我当成是外人 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你姐姐出了事 你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说 你说你要走 是不是回台湾呢 你去哪里 你就去回头 就回头 我已经帮你换了新的号码 旧的号码我帮你保留着 这是我们以前的照片 我要你时时刻刻 记得你以前怎么追到我的 老婆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以后我还要陪你做一个好老公 为什么男人犯了错 总是要女人原谅 就是犯了错 才知道谁是最好的 你的宽容 就是我最温暖的避风港 谢谢你老婆 这是老天爷再次给你机会 人家说 给你关了一道门 就给你开了一扇窗 不过这窗外能看到什么 我就不知道 搞不好 更难看 我的手今天这样子 就是老天爷给我最好的惩罚 我知错了 爹地 妈咪 我们回来了 伯父 伯母 我听丽莎说伯父的手受伤了 所以特地来探望伯父 麦还买了补品 来相信爹地呢 你们回来得正好 梅 梅 开饭了 好 梅姐 你今天没有煮粮耳朵菜吧 没有没有 那我去帮你 好 上次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对爷家敏感 上次是我自己主菜 梅姐煮的粮耳朵 真的很好吃 来 别客气 坐啊 我进去看看他们 你 跟我来 我的手虽然受伤了 但是我脑袋清醒得很 你不要以为我和我太太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这个家就会自力破碎 我告诉你 我还是一家之主 我不喜欢你 我更讨厌你老爸 Uncle 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 可是我一件最大的努力 让你慢慢地接受我 可能不是现在 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知道 我对丽莎是真心的 我知道我女儿 一旦谈恋爱 就会一头栽进去 谁说什么她都不会听 但是每次轰轰烈烈之后 都会分手收场 我相信你也不会例外 虽然我很疼我的女儿 但是她的婚姻大事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她也不会得到幸福 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如果我一生不想的消失 我相信丽莎一定很难过 爹地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开饭了 白白吃完这顿饭 马上给我滚 米莱 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我熬了皮蛋瘦肉粥 肚子饿的话自己拿来吃 奶奶已经吃过了 我没胃口 妈咪 你要出去啊 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好不好 还有餐地的事 明天我们再做打算吧 她是不是走了 嗯 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很大 她走之前还叫我检查她的心理 可见得她的自尊心有多强 如果一开始你们两个能够彼此坦诚相对的话 就不会造成今天这场误会了 我有给她机会 是她不接受 好 好了好了 你不要不开心了 人生的路上谁没有挫折啊 不过不管怎么样 饭还是要吃的对不对 喂 你刚到我们家的时候不是还开开心心的吗 为什么整顿晚餐你都好像没说什么话 难得你爹地跟妈咪没事了 我沉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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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Parte 沉慕我沉慕我沉慕 przew 碧呦 今琾 ora你出来的 做什么 这么好的 不管你接下来遇到什么困难 什么阻碍 我一定为你停声而出 把所有的产业都清除掉 你真的愿意什么都为我付出吗 我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忘记我姓名 我这一生不为民不为利 我不求洋房也不需要汽车 但是我要一段 此生不遇的爱情 生命是由两个寻耐的傻子所构成的 我们为了寻找彼此而一路跌跌撞撞 当我们拼命寻找这份神话般的爱情时 却总是有个声音告诉我们 别再做梦了 可知道我找到了你 我知道我的梦即将成真 我是天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怎么 还痛啊 痛就不怎么痛 不过整个手还麻麻的 有感觉总好过没有 有感觉总好过没有 电话响了 怎么不接 特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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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已经十多年 没有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餐桌上 好好地吃一顿晚餐 我觉得身为一个女人 多想希望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在家里每天煮饭烧菜 野心爱的人吃 可是我做不到 餐厅里的事忙都忙不过来 我难有这种时间 其实我觉得烹饪不是女人的天职 我更希望也愿意为我的家人孩子 做他们喜欢吃的东西 现在我想到天一亮 我就要面对餐厅的问题和烦恼 你那两个厨师闹革命啊 一言难尽 说的也是 做餐饮业这个行业的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对员工宽松一点 他们会得出精神 稍微严厉 他们会觉得你太刻薄 可不是 真的是一门大学问 对不起 我接个电话 喂 沐英啊 怎么样 到韩过来是不是 还顺利吧 根本都没走 行程取消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先别急 你听我说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说 其实我找你 是有两件事要告诉你的 我没有跟国栋离婚了 他要求我原谅他 毕竟那么多年夫妻 还是有感情的 所以我决定原谅他 他到底做了什么 让你回心转意 说来话长 我们见到面再说 总而言之 我们没有离婚 那真是太好了 对了 你不是说有两件事了 另外一件是什么 我刚才听到国栋 和Tony Chen 谈电话 就是你的店主 他刚从美国回来了 是吗 我还听到国栋 约了他 后天在餐厅见面 我在想 不如你到餐厅找他们 当面说清楚 可能国栋会帮得上忙 那真的是太好了 其实国栋有答应过我 如果你们不离婚的话 他一定会帮我说服Tony的 穆英 我真的要谢谢你了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 你在哪里 有这么浪漫的音乐 我在跟个朋友喝茶 我们见了面再聊好不好 那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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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理 查理 奶奶 你怎么在这里啊 那么晚了还不睡 我在等查理啊 奶奶 你听我说 这里没有查理 爷爷 爷爷 早就过世了 那 那高明俊呢 为什么他人 你不见了 我陪你回房吧 不要再等他了 他走了 我不要 我不要 我要你告诉我 他为什么要走呢 你说不说 你不说 我不回房里睡觉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什么都不肯解释 就一走了之了 那一定是你们欺负他 我没有 你不要冤枉我 不过 他真的很像查理 如果我是高明俊的话 我也一样 我会选择离家出走 一足了之 奶奶 你又想说什么 当年啊 你爷爷呢 在一家餐馆 当住所的时候 他这师父啊 是个大胖子 那个大胖子很坏的 不但没有教他厨艺 还实际上骂他 有时候呢 还能那个锅厂针 敲他的头啊 有一天呢 爷爷 他忍无可忍了 就对他说 我不干了 去冲冲就走了 那后来爷爷去哪里了 他当然是回来找我了 他跟我说 不关什么呀 就算是在楼边摆摊子 他也要出来自己当老板了 你爷爷真的很本事的 他是白手起家 还有啊 他也曾经漂亮过海 到外面缺厨艺啊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是男人的骨气啊 是 爷爷很有骨气 可是 我不是什么大胖子 我也没有欺负高明俊 有没有欺负他 你们才知道 他为什么要走了 这是他的家 妈 妈 我包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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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还没睡啊 怎么 还在看她的记事本啊 她什么都不说就走了 怎么还给她 还在生她的气吗 我好像错怪她了 记事本里 大部分都是她以前的笔迹 爷爷的秘方也就那几个 我也仔细看过了 爷爷特别要买的材料 或是特别的步骤 她都没有注明 她没有出卖我们啊 可是她刚才坚持自己做错了 一定要走 我都没有办法挽留她 她一个人走出去了 今晚住哪里啊 你啊 刚才那么气她 现在那么担心她 干脆打个电话给她吧 好 自从你离开后 天空就好像没有了颜色 再美味的佳肴 我都觉得没有了味道 原来思念是那么揪心 刚明俊 你到底去了哪里 我已经习惯了每天醒来 就能吃到你为我们做的早餐 我已经习惯了和你一起在厨房里打打闹闹 我甚至习惯了你的气息 你的关心 你的陪伴 可现在你突然不见了 我找不到你 打电话给你也没人接听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对你 我已经没有怨言 我也不怪你 但是我真的不习惯了 如果你看到我发的这个讯息 也许你不想回答 但是你能不能 就给我平安这两个字 我真的只想知道 你还在不在 你还在不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姐 你这么早起来做什么 一个男生说有事找我 你叫我去餐厅 我答应了朋友去载她 你自己去搭德士 你有什么朋友比你姐姐还重要 男的女的 我认识吗 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难道是交了女朋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不过她对我很主动 就是她说今天她有空 要我载她出去玩的 她长得怎么样 交往多久了 你又不是妈咪 问这么多干嘛 你总有一天要带给我看的 我敢说只要你姐我看她一眼 我就知道她有什么企图 喂 这是她送给我的礼物 好看吗 国外带回来的 这是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 值得你这么高兴吗 如果是于南对我这么好的话 我才真的高兴呢 女人对你好是有目的的 那你打算放弃于南了吗 当然不是啊 我跟她交往 只是为了练习一下 怎么和女孩子相处而已啊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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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学爹地一样到处惹桃花 我跟你说 爹地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小心 别惹上烂桃花 喂 你不要乌咬嘴哦 嗯 哈喽 嗨 这条手链真的很秤你 你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吗 如果不喜欢的话 我干嘛带在手上啊 我们准备去哪里吃早餐呢 我们先去一个地方 等一下我带你去一个很好吃的点心店 嗯 好啊 喂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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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是你啊 我才想问你 怎么会是你啊 喂 我问你 喂 你全身为什么藏了一个女人 喂 你说什么 你也有点水水好不好 原来你要接的女人就是她 喂 原来你们认识啊 我跟你说 卖是我的男朋友 谁也别想抢总统 西门 你还没有回答我 他为什么会藏在你车里 他是我姐 非要躲在我车里面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我能拒绝吗 我当然不敢跟他争 可是我希望我们能有二人世界 有人不识相要做电灯泡 哎呀 西门 你很可怜啊 你小子在这里挑拨离间 不过你也挺厉害的嘛 刚刚被钱男友甩掉 就马上掉到了一个新的金龟 姐 你说话不要这么伤人啊 我不用你伤了 我自己走 真的假的啊 三门交了女朋友 真的要恭喜她 你一点都不生气 不吃醋吗 我也是把三门当成弟弟啊 我吃什么醋啊 你不了解我弟弟的个性吗 他今天会搞的这种地步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喂 这关我什么事啊 那是因为你不肯接受他的感情 他受了刺激 才会交上这个拜金女的 他除了你之外 根本没有谈恋爱的经验 如果他真的拍拖了 我们应该支持他 还有我觉得 他谈了恋爱之后才会长大 可是你知道那女人是谁吗 他是My的ex girlfriend 前度女友 Simon可是一张白纸他什么都不懂的 这样子他很容易被骗 所以你在意的是因为他是My的ex girlfriend 好啦 就算Simon被骗也是心甘情愿的啊 你心疼什么啊 可是我就是讨厌这种 明明很贪吃却还要假装吃得很饱的人 他只怕想吃都没得吃啊 为什么餐厅今天会休息 已经休息三天了 我们两个厨师 老许受伤 高明俊 他辞职了 怎么会搞成这样 你问我我问谁啊 我好不容易对金银餐厅有点兴趣 谁知道这些零三发生那么多事啊 李莎 来了 妈咪 阿姨 你们餐厅是不是很急着找厨师 是啊 不过现在临时要找人还真不容易啊 老许有打电话给我 我叫他继续在家里养伤 暂时不用回来餐厅 那就是说要继续休息咯 妈咪啊 你一大早去了哪里啊 蔡师说要介绍厨师给我们 所以我一大早就是见他 他说一有消息就联络我们 然后叫他们来面试 对了 你没有找到高明俊啊 我发了简讯给他 可是他都没回复啊 如果他不主动联络我 人还蛮忙的 我去哪里找啊 那倒也是 糟了 我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 我肯定迟到了 你要去哪里啊 回来再跟你抓 拜拜 你跟高明俊不是来电的吗 他为什么会突然辞职不干的 我错怪他了 我看他人挺规矩 对你也很有耐性 要是真的有误会就赶快去解释清楚 我告诉你 很多人错过真爱之后 就再也遇不到了 这点我也知道啊 可是现在的主导权 不在我手上 只不过是两点点心 有什么特别的 这家店的点心很出名的 特别杀了虾脚和烧买 做得和别人很不一样 早上六点就有人来排队了 迟到就卖光了 来 赶快吃 我还叫了很多呢 不好意思 请问是老板吗 是啊 有什么事 请问你们有缺人吗 我们这里工作很辛苦的啊 老板 只要有工作机会我都可以的 我们这里早上六点就开门了 你起码要坐到下午三点才可以休息 接着五点就要坐到半夜 你也挨得住嘛 老板 只要你肯给我机会 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 好吧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工作了 把这两叠点心拿去那张桌子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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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山小姐 点个点心 收钱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谢谢光临 欢迎光临 请问几位 我是来找你总裁的 这边 谢谢你啊 国栋 你的手有没有好一点 你怎么跑来了 是慕音通知我的 我以为这么神通广道 原来有内奸 你不是约了Tony Chain吗 他人呢还没到啊 我老婆这里爬外通知了你 可惜你来晚了 我和Tony先谈完事 他先走了 那我们餐厅的事 他怎么说啊 我好歹也跟他谈了半个小时 他就是不肯让你们续约 你可不能怪我啊 他还是坚持要加一倍的租金啊 加一倍的租金是借口 他根本就不想租给你们 国栋啊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你们夫妻俩不离婚 你就会帮我搞定餐厅续约的事啊 这事情有报搞定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慕音跟我说他决定不跟你离婚 我还真替你们高兴啊 你少来啦 你还想邀功 你根本去不了慕音 我的手要不是被夹到 我跟我老婆今天就坐在历史楼了 那你可是应货得福啦 错 是祸不担心 我老婆今天能够回心转意 都是我受伤坏回来的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真的不肯帮我们啊 我懒得跟你唠叨啊 我坦白跟你说 Tony现在准备把那间店铺给卖了 他要拿现金 如果你们想做下去 就想办法把那间店铺买下来 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啊 那是你的家事跟我无关啊 郭东 喂 喂 你为什么走那么急啊 我们到底要去哪里 我先送你回去吧 我还有别的事要忙 我不管 你不是说已经请假了吗 我也难得休假 不是说好一起出去玩吗 我想要去见一个朋友啊 男的还是女的 如果我说 他是我的梦中情人 你相信吗 什么 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承认我一直喜欢他 就是不懂得怎么打动他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约会 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崔西小姐 请你记住 每次都是你主动约我的 我都不好意思拒绝 难道我比不上你的梦中情人吗 是 你是很漂亮 但是你们两个很难做比较啊 那到底是他漂亮 还是我漂亮啊 你大意和我出来约会 也一定对我有好感 不是吗 其实我根本就不懂得怎么追女孩子 我以为可以从你这边得到经验 才跟你交往的 如果你可以帮到我的话 我会很感激你的啊 你说什么 原来你只是帮我当成一个练习的对象啊 对不起啊 不过既然你这么问 我也只好老实说了 你堂堂一个M&B的副总裁 会追不到女朋友 你那个梦中情人真的有那么难追吗 我追到他十多年 连他的手都没有牵过 你说难不难 只要你够胆量 随时都可以牵女孩子的手 只要你学我刚才的样子 冒着被他打巴掌的危险 也要证明你喜欢他的态度 就像我对你一样 谢谢你给我的建议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真是稀有动物 早晚我一定会搞定你 云南 云南 你要去哪里啊 我想去逛街嘛 我回家陪奶奶 餐厅又休息了 我听我姐说 你们家餐厅现在没有人长厨啊 如果你真的需要厨师的话 我打个电话帮你调两个过来 你有厨师要介绍给我们啊 我们八家连锁餐厅暂时借用两个过来帮忙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我不想看到你这张苦瓜脸 可是你不需要问过你爸爸吗 这是临时救急又不是你们挖脚 再说只是暂时顶一顶啊 等你们找到厨师之后他们就回来 放心 这个我还能做足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还是得跟妈咪商量一下 我会帮你解决所有问题的 你不要心烦 你这个样子真的让我很心疼 要不要我开车带你去逗逗风啊 喂 发什么呆啊 哦 对了 有件事情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 什么事 这个人也真奇怪 好好的餐厅住厨不去做 要跑去点心店里面端点心 他还真的有问题了 你说谁啊 不就是那个高明俊哦 你在哪里看到他 点心店啊 你看到他 嗯 找到他了 嗯 真的找到他了 你真的很棒 你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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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找他 这边这边这边 哪里 快点走快点 快快快快快快快 来 那位先生的咖啡哦 嘿 嘿 嘿 起慢用哦 等一下 我就是高明俊 嗯 有人要跟你讲话 高明俊 你以为你能躲得了我吗 不管你躲到哪里 我都有办法把你找出来 我问你 你欠我一万块什么时候还 哎 小心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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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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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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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了 有没有受伤 他们是谁 不要 Woo Woo Yeah Yeah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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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真心来做秘方 信念来做墙 这红尘的晚餐 也抵不过你煮的热汤 用几两把爱保管 最笑容的成长 原来很多的事情 比想象简单 幸福与生 谁不曾稀里糊涂 转错太多晚 忘了沟通才是让彼此个相爱的土壤 我们都太习惯在别人身上 寻找着答案 在她身上 在她身上 就互贵 人 在百岁 相干 是 彼此 感谢观看